冬天到了疫情只怕还会扩大 Omcron导致欧美国家确诊人数暴增 而最早发现Omcron变种病毒的南非 现在情况相当不乐观 就连总统拉玛佛沙也经传确诊 面对防疫挑战 美国防疫大将佛奇呼吁 接种第三剂疫苗 才能获得最佳的防护力 南非总统府12号发布声明表示 总统拉玛佛沙确诊新冠肺炎 症状轻微不过并没有透露 确诊的病毒株是否为Omcron 拉玛佛沙正在开普敦接受治疗 并自我隔离 职权已经暂时移交给副总统马布扎 据了解拉玛佛沙是在当地时间 12号稍早时参加前副总统的国葬仪式后 开始感到不适 而近期随行总统一同出访西非国家的代表团 也都接受了新冠筛检 南非发现新变种病毒株Omcron后 即刻通报全球 不过没想到Omcron的扩散速度 比各国想象的还要迅速 新一波疫情来势汹汹 美国确诊数急剧攀升 染疫病毒人数在12号突破了80万大关 是邻国加拿大的三倍 也是一度陷入疫情危机日本的11倍 疫情反弹 高传染力的Omcron在美国迅速扩散 其实美国的病故增速会比去年还要多 并且迅速 主要是因为民众拒绝接种疫苗 让白宫首席防疫专家佛奇 再度跳出来呼吁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的相当 encouraging news 是那些明显的 data show that when you get a booster for example a third shot of an mRNA it raises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high enough that it then does do well against the Omicron which is again another reason to encourage people who are not vaccinated to get vaccinated but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vaccinated to get boosted because that diminution in protection seems to go way back up again 疫苗覆盖率名劣前茅的英国 近期也是有点抵挡不住Omicron的侵袭 疫情不断延烧 让政府12号宣布 将防疫警戒从现行的三级 调升至第四级 并提前启动全民加强针计划 为了应对急速升温的Omicron疫情 英国除了收紧防疫措施 更提前推动加强针计划 全面提高国民对变种病毒的防御力 盼望能遏止这波Omicron疫情继续扩散 欢迎新闻土文军综合报道 您最关心的全球疫情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2亿7千万 超过532万人染疫不幸死亡 全球已经超过63个国家都出现Omicron病例 欧洲地区疫情大爆发 英国累计超过3000例 Omicron相关病例 法国也发生上千起 使用假的健康通行症事件 恐怕成为疫情一大破口 另外德国BNT建议 接种两剂疫苗 已经不算完整接种 呼吁民众赶快追打第三剂 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新增5例 皆为境外移入 没有新增本土与死亡个案 指挥中心宣布 自12月14号至12月27号 维持疫情警戒标准为第二级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美国增加38000多例 总确诊数超过5000万人 染疫死亡人数则突破80万人 美国CDC表示 美国过半数周出现Omicron病例 但目前通报的新冠肺炎病例 有9成以上仍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 英国通报48000多例 其中有1239例是Omicron确诊病例 境内累计3137例相关病例 首相强生12号表示 为了防范下一波新变种Omicron的疫情 将T18岁以上民众提供第三剂疫苗 并将目标提前一个月到12月底前完成全民接种 法国新增43000多例 日前一名染疫妇女在巴黎地区医院病逝 入院时曾出示假的疫苗接种证明 引发当地媒体关注 内政部长达玛南表示 已经有数千份假的健康通行证 在法国各地使用 当局针对兜售假通行证相关事件展开约400起调查 德国新增29000多例 随着Omicron迅速扩散 德国BNT药厂认为 打两剂疫苗已经不能算是完整接种 建议民众接种第二剂间隔满三个月后 追加施打第三剂 西班牙数据未更新 停留在11号的17000多例 当局宣布从12月15号起 替5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日本新增149例 研究发现 该国与邻近的中国、南韩、台湾等国 控制新冠疫情远比西方来得好的原因 可能与基因遗传有关 因为多数日本人的免疫系统中 都带有一种能有效杀死各种冠状病毒的遗传基因 HLA-A24 越南再增14000多例 当中以胡志明市感染人数最多 为1216元 该市先前一度封城三个月防疫 10月解封后 疫情再度反弹 但民众普遍认为 必须与病毒共存 南韩单日增加5800多例 当中有4292例确定病例 集中在首尔地区 占整体病例数74.2% 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高达9成 许多患者面临无病床等待送医等情况 印度新增7300多例 确诊数较前一天略降 其中Omicron病例再添5例 使得境内相关病例数达到38例 马来西亚再增3490例 该国医学协会担心 民众在家使用快筛试剂自我检测 恐怕有人检出阳性但未通报当值 使得卫生单位难以追踪 印尼新增163例 由于疫情稳定 当局决定取消原定在年中假期期间 实施的收紧计划 令当地民众十分雀跃 许久没有回家探亲的民众 纷纷计划在耶旦节和元旦期间返乡 估计约有1100万人 会在年中假期期间出游 中国新增101例 本土病例有80例 其中有74例出现在浙江省 由于浙江绍兴市 此波疫情已累计超过百例本土确诊 当局决定搭建气模方舱实验室 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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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